911 请问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我 我需要一辆救护车 快点 先生 您情绪不太稳定 您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刚醒来 我的床被雪浸透了 我觉得很虚弱 好痛 有个地方很痛 好的先生 请保持冷静 你哪里疼 天啊 先生 请冷静 怎么了 是我的裤裆 裤裆不见了 先生 看看你周围 你在哪儿 你能描述一下你周围的环境吗 好的 我在卧室里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小金属托盘 有一些弯曲的针 线头 有喷雾消毒器和一把手术刀 好的先生 让我确认一下您的地址 我会派警察和救援人员 不要到处乱动 否则你可能会进一步伤害自己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你 我住在 我的卧室在二楼 请 快点 我觉得很头晕了 先生 先生 你还好吗 你还在吗 你好 我叫爱丽丝 我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的妻子 她目前没办法和你通话了 因为她的镇静剂又开始起作用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是 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我和我丈夫与一位女性朋友合租我们的房子 我晚上在医院的手术室工作 我是那里的一名外科医生 工作地点离家里很远 而且每次都要工作很长时间 好的 女士 但为什么您的丈夫会流血 而且裤裆不见了 哦 你说那个 是这样的 一个多月以来 我一直怀疑我亲爱的丈夫和那个合作的女人欺骗我 我试了很多次 告诉她我的想法 让她对我坦白 但她总是向我保证没有这种事情 我问你 你相信女人的直觉吗 我相信 但是 没错 所以你明白 我必须确保我是对的 两周前 我在她不注意的情况下 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不到三天 我就得到了我需要的所有证据 女士说 我告诉你她的所作所为吧 她会等到我去上班后大约一个小时 然后把她带进我们的卧室 她玷污了我们的婚姻 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整晚都在亲吻她 她总是会在我回家前偷偷溜出房间 所以每次我回到家 都没有察觉到异样 女士 她这样对你确实太过分了 我确保自己以最标准的外科手术精度 来做这件事 她躺下后我给她麻醉了 事情处理完后我就去上班了 不过我并没有把她扔掉 我把她放在冰箱冷冻 我爱我的丈夫 为她做饭 我却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这样做是因为发自内心地爱她 我想和她共度余生 和她生孩子 但她毁了这一切 那另一个女人呢 她也住在那里对吧 啊 差点忘了 你不用担心她了 我确保她在手术过程中没有醒来 我为她制定的计划是大约一周前完成的 我丈夫以为她出国旅游了 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到她的房间里找她 不过她也没有理由这么做对吧 而且我还用那个女人的笔记 给我丈夫写了一封信 女士 能告诉我您丈夫是否还有意识吗 应该有吧 麻醉效果很不错 在你们的救护车和警察到来之前 她会睡得像个婴儿 不过她的手术很顺利 我认为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 毕竟这是一项难度较高的操作 女士 你的情绪还好吗 我啊 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 起初我很生气 她是我的高中恋人 我们一起上了同一所大学 我们一毕业她就求婚了 我爱哪个人胜过爱生命本身 我明白了 我小时候就听别人说 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因为女人的直觉总是对的 我仍然无法相信她会背叛我们的婚姻 我理解你的痛苦 但为什么不直接和她离婚呢 如今的男性似乎不用像女性那样 被要求遵守同样的标准 一个女人背叛了她的丈夫 她会落得声名狼藉 一个男人背叛妻子 往往会被轻描淡写 这不公平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教训对她来说 会不会太过深刻了 你还是太年轻了 很多时候男人这么做了 而我们作为女人 却像个出气筒一样忍受她 我必须确保她能用大脑冷静地思考 我明白了 别看不起我 你遇到过这种男人吗 有过好几次了 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好吧 我现在看到蓝色衣服的男人 从车道过来了 我去洗个手在门口迎接他们 感谢您的宝贵时间 祝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等会儿 那名男士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 外科医生重新接上她那条腿 她才得以转背为洗 紧张情绪得到缓解 她的妻子向警方自首 警方的报告指出 妻子的举止非常冷淡 几乎没有感情 她唯一一次表现出情绪的时候 是她在讨论手术时 最终没有在家里找到那名合租的女人 警方不确定她目前的状况 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到一些教训 男人不要背叛自己的妻子 既然她把终身托付给你 请对她好一点 女人遇到这种情况 也要保持冷静 以合法的方式寻求合理的帮助 极端的做法将会导致两败俱伤 我一生都住在一个小镇里 人口很少 而且我们只有一所学校 很少的路灯和教堂 而且大多数人住在农村 在我成为美国911调度员之前 我觉得去镇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很近 我们呼救中心的办公室 是在一家咖啡馆的后面那部分 我妈妈是一名老牌调度员 不过退休了 她具有一定的威望 我之前做这份工作也是她推荐的 加上没什么人来面试 所以我很轻松就进来了 在所负责的区域 我们只有一辆救护车 直到这件事发生之前 我都认为一辆就够了 早上当我走进去时 两名护理人员小塔和小马 正在喝咖啡 并接替夜班工作人员 夜班工作人员非常困倦 我推测出 在过去的12小时里 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我抓起早餐 看着窗外的天气 下着毛毛雨 我知道 我们可能会接到一些电话 说动物从围栏里跑出来 或者树木倒在电线上 我从洗手间回来后 一通电话就打来了 911 请问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我问来电者 电话那头传来粗重的呼吸声 我们这个小镇的设备太旧了 不能够轻易追踪电话地址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寂静和陌生感 立刻让我紧张不安 有人想进入我的房子 我想 他们想杀了我 那个声音说 听起来像个女人 我一边打听帕克和图马斯 从午睡中醒来 一边叫醒 正在午睡的小塔和小马 一边询问他一些信息 我很害怕 快点派人来吧 得到了地址后 我和他俩商量 需不需要派警察和救护车 考虑到那个女人像受伤了 所以小塔和小马离开了 我让他尽量保持通话 但他突然挂断了电话 我们这里没有最先进的技术 来追踪他的电话 如果有人屏蔽了他们的号码 我们的系统 也不支持进一步追踪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刚才这个来电者 就是这样做了 值得庆幸的是 他提供的地址 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能在地图上搜索到 我根据地址找到住户电话 并打过去 有个男人接听 你好 他听起来很累 先生 这里是美国911 我想我们刚刚断线了 什么 没有人打911 我们全家都睡着了 我仔细确认 并告诉他们 我们得到的地址 他说自己在那里 住了将近四个月了 我们立刻用无线电把情况告诉小塔和小马 我向电话中的房主道歉 并挂断了电话 这时我有点困惑 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来电者给我一个错误的地址 我们会检查这片地区的房屋 确保一切正常 小塔告诉我 但我还是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一个小时后 又打来了一个电话 同样是沉重的呼吸声 这次听起来像个老人 我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我需要帮助 请快点 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就像之前一样 在我得到地址后 我立马让医护人员前往 并让来电者保持通话 这次我听到背景中 有另一个声音 还有其他人吗 我问 在别的地方 那个声音重复着 但这声音听着像我 然后电话挂断了 当我等待小塔和小马的消息时 一种恐惧感起来 不知何故 我知道当他们到达那里时 他们会向我报告是虚报 有人在整顾我们 浪费我们的资源 小马通过无线电说 我们该怎么办 我问 然后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次是正常的 一个女人说 她看到有人被枪杀了 我得到了地址 并查看了地图 这个地址 和你们现在所在的方向 完全相反 我疑惑地说道 他们挂断电话 立即开车前往 另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同样沉重的呼吸声 我开始意识到 电话那头的人脑子有问题 我需要帮助 他们用柔和的声音说 这是一个噱头 他假装听起来像另一个人 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我问 一边看着地图 一边努力保持冷静 以前有人被伤害了 他们每次拨打911 只是为了好玩吗 我心里在想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 并说他们会保持通话 但我现在让他先在线等会儿 因为我接到了另一个电话 这次 与第一次通话的方向相反 有人报告说 他们看到一辆汽车开过 并倾倒了一个大垃圾袋 大到可以装下一具尸体 我确信有人在玩弄我们团队 所以我迅速回到第一个电话 并要求他重复地址 我不能让他发现 我们已经知道他在耍我们 一旦他们确认了位置 我就查看了地图 找到了与他们给我的方向 相反的最远位置 我们已经派人过去了 救援人员正在路上 我说道 我打开无线电 把新地址告诉了小塔和小马 我确定那个神秘来电者 在那个地方 我保持在线 并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在我们这个小镇上 有点匪夷所思 小塔说道 警察也会在那里 希望我们能抓住这个人 我着急地说 我又等了十分钟 他们才到达那个位置 嘿 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钓鱼码头 确认 附近没有车辆 空荡荡的 一名警察说道 这真的很奇怪 难道他们现在改变策略了 我问 没过多久 我这边发生意外了 我听到大楼前面 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和尖叫声 我跳了起来 丢下了耳机 躲避起来寻找掩护 在咖啡馆外面 有人开汽车 直接撞到窗户上 造成至少四名顾客死亡 多人受伤 我爬到耳机前 让他们快点到调度大楼 我看着燃烧的车辆 试图找出这件事情的幕后黑手 我看到他们的身体 倒在方向盘上 头撞到玻璃上 我意识到 他们应该没有生命迹象了 我跑去拿灭火器 大声叫喊 幸村者撤离现场 当小塔和其他人到达时 大家都站在雨中 看着咖啡馆燃烧 第二天 法医确认了袭击者的身份 那个名字 听起来像是一位年长的调度员 在降薪政策之前 一直担任着调度员 另一名检察告诉我们 后来他们在那个人的家里 找到了一些笔记 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攻击计划 包括他们如何利用 小镇的911系统漏洞 他们觉得 自己被美国当地政府厌倦抛弃了 一想起他们如何操纵我们 并造成这么多人伤亡 我很多个夜晚都彻夜难眠 我很庆幸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当地政府也计划 完善我们小镇的应急系统 希望我们的应急系统完善后 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当我接电话时 我偶尔会感到发抖 担心有另一个疯子 来玩这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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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你 游戏 这种独的游戏